下来呢,福建区郑中趴着说个命运啊,跨举了一个枪架反 这要看个个老熊嘛,仅当是坐着穿啊,弄某某当事个监控 一个广丢被打了死去,也把手上第二年 嘛第二年就有一个绿个音颜约 个无来无可,这个广丢也别放个第二种刮交了 一旦弄到个音颜约,个面对下,也别靠个刚进 好,这某个小姑娘称奋康了,广丢要是也不要放个暴具了 Q不啊,抽象特别轻了,我饿了个IQ 这小姑娘当事也别爱掉了 看起来看钞票是多少,广丢啊,堕了,钞票别近了 接着报警啊,明镜开始吊爪了 冷冤呀,不要,来到暗打不活的六兵将里面 明镜年份监控里面的广丢夸了 这个广丢的命死啊,也觉得正刚 他是于今年刚放出来的 然后到清华之后呢,在我们辖区总共实施的 有三起抢劫和一起抢劫案 原来啊,这个广丢是官反了 明镜是普进港,进港里进家三两岁 是这帮祖基尼,小老师没人家里 因为抢劫做老狗狗 但是房船不断是家的,给他进去了 可是今天里面啊,可是来来可可要是做过好两次了 然后进家里面的电脑,我进房船呢,给他来抢了 我想呢,他这个人呢,应该是 自从从小,就16岁开始做监狱以后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学到什么这个社会的技能 那他出来之后只能从从操就业 再行实施抢劫 而且他的呃,可以说他的犯罪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呃,基本上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 他的抢劫呢,对象都不是太固定的 都是,据我们分析应该是临时起义的 明镜刚啦,从乐月初到乐月地 镜刚那已经是做了好几堂的俺了 只能带死去给你把个乐壮家 傻休过这儿呢,给我到个冰冠等一下地方 也白儿都是省个着女个音乐院 帮着女个啊,别求上个亲 老年说小安你给挖白儿 我这是刚Q步你也饿他了 小安你也饿客之忧你 基本上都喝客了 别忘记要帮我洗个东西了